他叫宁清宇 是一名来自河北省的考生 今年高考 他以600多分的优异成绩 被南开大学录取 从他踏进南开大学校门的这一刻开始 在他的人生画卷上 就被打上一个 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印记 南开大学的学生 南开大学呢 从在中国算是非常著名的名校了 它是除了北大清华之外 它是剩下那些大学华东五校之一 就在宁清宇踏入校门的这一刻 来自吉林省的16岁女孩朱玉玉 已经怀着好奇的心情 开始游览这座有90年历史的名校了 这位比其他新生都要小两岁的女孩 是今年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的 南开属于四大名校之一 就是北大清华复旦南开 而且是周总理的母校 所以在东北很多人都很任难开的 所以我就很早就知道了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 也是宁清宇和朱玉玉入学的第六天 九一八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 都是一个不能遗忘的日子 对于南开学生来说 则更是如此 七十多年前的这一天 日本把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 很多来自东北的学生 在南开校园内抱头痛哭 发誓收复家乡 振兴中华 从那一天开始 南开大学的学生 每到九月十八号 总会敲响校中 以示不忘国旨 作为新生代表的宁清宇和朱玉玉 参加了今年的敲钟仪式 悠长的众生 穿透岁月的沧桑 将他们的思绪 带到了历史的深处 1945年的9月18日 与往年不同 中国迎来久违的热烈气氛 因为就在一个月之前 日本刚刚宣布了 无条件投降 在这个夏天 被日军炸弹炸毁的南开校园 显得格拜生机勃勃 似乎在召唤 远在云南西南连大的南开师生 回来复校 然而 就在所有南开人欢心鼓舞 热盼复校的时候 在喧闹的山城重庆 却有一位南开人满心焦虑 他就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张柏玲 这位白手起家 开创了南开小学 南开中学 南开女中 和南开大学系列学校的 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 此时 正与一向颇有交情的 中国最高元首蒋介石 就南开大学的副校 是以激烈争执 争执的焦点 就是一个南开大学的归属问题 南开大学作为 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 倾注了张柏玲一生的心血 鉴于南开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蒋介石则早有心 想把南开收归政府 抗战胜利后 南开大学即将魁天津副校 蒋介石迎来了 收编南开最好的时机 此时的南开 由于受日军轰炸 损失惨重 副校急需大量经费 整个的社会形势变了 特别是经了八年抗战 社会的财力已经凋敝 国家的实力急进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再取得广泛的社会的赞助 通过社会的办学渠道 来支撑南开 已经不可能了 因此他只能是转向 求助政府 抗战时期 南开和清华 北大在云南 组建了明镇中外的西南联大 抗战胜利后 三所高校都面临着 回北方副校的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 已经准备出30亿元的巨资 作为三校副校之用 清华 北大 作为国立大学 顺利地得到了这笔资助 恢复教学 而南开作为私立大学 经费的划转 却出现了问题 要想得到这笔资助 蒋介石提出一个 让张伯玲 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 那就是 南开大学 必须变为国立大学 事实上 我们今天翻开南开大学的校史 不难发现 在南开大学的董事会名单中 并没有张伯玲的名字 每次董事会 张伯玲作为校长 都是列席 而不是出席 因此 南开虽为私立 却不是张伯玲私有 实为社会所有的体制 那么 南开既然不是张伯玲私有的财产 为什么张伯玲无法接受 蒋介石把南开收归国有的要求呢 私立和国立 对于张伯玲来说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要揭开这一谜团 我们不得不把探寻的目光 伸向那个南开初见的年代 近代中国百年积弱 教育旧国成为中国人 透过鸦片战争的硝烟 隐于可见的一缕曙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随着一批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自然科学开始取代四书五经 成为课堂上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最早的开部城市之一 天津 在这一时期 行办新式教育 已经形成一种风潮 以近代爱国教育家张伯玲 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 像中国这样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 要想提高全民素质 仅仅靠教会学校和官办洋务学校 是不现实的 1904年 张伯玲在开明身是 颜范孙的支持下 创建了资历南开中学 从而使中国早期的民间资本 开始进入近代教育的领域 成为除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之外的 第三股力量 随着创办中学去的巨大成功 张伯玲开始实施 他教育救国的第二步计划 创建南开大学 事实上 这一时期 中国已经有了一批 初具规模的高等学府 但是他们的性质 也大多为教会大学和洋务大学 而相对于私立中学堂的日趋成熟 此时 中国私立大学还刚刚处于萌芽期 除了南中国的复旦工学和中国工学之外 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 办学水平低下 难以为继 从1915年到1917年间 张伯玲也曾在南开中学内 尝试创办专修科 但由于资金和人才的限制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那么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出路 到底在哪里 成为摆在张伯玲面前的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正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 1917年秋 已经40岁的张伯玲 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经 在美国 张伯玲除了学习近代教育之外 还先后前往多所美国著名高校考察 考察的过程中 张伯玲惊喜地发现 在西方最好的大学 像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包括英国的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全是私立大学 这些私立大学 独特的办学理念和经费筹措制度 深深地吸引了他 他知道了美国私立大学都有董事会 董事会的成员 很多都是实业界 商业界的这种大行 而是这些人 他用他的社会影响 和他的财政的实力 他去经济的实力 提供一所私立大学 所以他非常受启发 1918年年底 张伯玲从美国考察归来 开始四方奔走 筹办南开大学 此时很多的京津名流 对张伯玲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因为此时的北平 许多学校正欠心欠得一塌糊涂 连政府的学校都要关门了 而张伯玲却要在天津 搞一个私立大学 这在当时来说 无疑是个惊人之举 不过这些舆论压力 并没有让张伯玲退去 1919年春 闫范孙张伯玲投资三万银元 在南开中学校园内 盖起了这座二层小楼 作为南开大学的校址 在这里 张伯玲开始了 中国私立大学的早期探索 此时的张伯玲心中 有一幅蓝图 蓝图的模本 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和英国牛津大学 不久的将来 私立南开大学 将与他们东西成盛 这是一张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的老照片 这届学生共有96人 照片中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个学生 就是刚刚从日本归来的周恩来 此时的张伯玲 因为有了前期办专修课失败的经验 和美国学习时期的经验总结 他意识到 创建大学需要大量资金 不可能再像创办中学那样 依靠一两个像严范孙这样的开明绅士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他开始参照美国私立大学的模式 筹建南开大学董事会 1919年 对于南开大学和张伯玲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年头 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强无暇东顾的间隙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天津出现了一批 以范旭东为首的民族实业家 他们手中已经积累了 相当数量的资本 这在客观上 使得张伯玲筹建南开大学董事会 成为可能 不过 就在张伯玲积极筹建 南开大学董事会的过程当中 深得张伯玲器重的学生周恩来 却带头游行抗议 并且矛头直指自己的恩师张伯玲 那么 在南开大学董事会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什么引起了南开学生的这么大反应呢 实际上 此时的南开董事会 共有三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是以范旭东为首的民族实业家 另一部分则是以 阎范孙等人为首的 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 第三部分则是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员 相对于前两部分股东 张伯玲引入北洋官员的做法 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特别是当学生知道 在南开的董事会名单中 竟然有五四卖国贼曹汝林的名字后 一向以爱国标榜的南开学生 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了 就在张伯玲进退两难的时候 南开的创始人严范孙 及时站出来 支持张伯玲的决定 严修说 道圈之水不可饮 那咱们拿它洗洗脚总可以吧 张伯玲说 对 美丽的鲜花 不妨种在牛粪上 其实张伯玲早就知道 无论是实业家还是政府官员 兴办教育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件时髦和提高名誉的事情 他们并不指望依次来盈利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南开大学的管理 同时 董事会的成立 还可以确保南开大学 摆脱北洋政府的操控 成为真正私利而不私有的大学 这是今天南开大学的东门 魏晶河从大中桥下缓缓流过 一如八十多年前一般静谜 而在这张物是人非的老照片里 我们透过斑驳的影像 依稀可以辨别那原始的模样 1923年 随着财政情况的好转 张博灵把南开大学签至八里台新校区 为了庆祝这座新市高等学府的正式落成 海光寺把一口重一万三千多斤的大钟 赠给了南开大学作为校钟 自这一天起 南开大学没有新生入学或老生毕业 悠扬的钟声便会飘入了南开大学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 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 整个中国除了南开大学 还出现了向陈家庚赤字创办的厦门大学 等三十多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 五四之后 中国人虽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 但是当时的官办大学 依然是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 与公立大学相比 这一时期的私立大学 政治色彩则相对较弱 因此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 在实现教育 由传统的政治导向 向现代的社会导向 这一过渡中 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不过 从总体上而言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的 办学层次相对较低 所培养的学生 也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基层 并且往往不能够持久 最终 只有南开 下大 等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 被写入中国近代教育史册 岁月的车轮转到了今天 那些照见于近代的中国私立大学 大都已淹没在历史的沉灰之中了 但是 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继续追问 为什么张柏林创建的南开大学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能一军突起 成为能够比肩当时最好 国立大学的高校呢 在通过组建董事会 解决南开大学发展的资金问题后 张柏林又被南开 注入了怎样的办学理念呢 漫步今天的南开校园 我们试图探寻张柏林那超越时空的教育理念 这是今天南开大学校园内 留下的唯一一所战前建筑 也是南开大学 搬至巴黎台时的第一所建筑 思源堂 南开理科就是从这里生长壮大的 在中国提到南开理科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化学 这个南开大学的王牌专业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对中国的化工行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南开化学 到底传承了张柏林 怎样的办学理念呢 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 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南开大学创建之初 张柏林通过比较中西方私立大学的办学理念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与英美两国主要私立大学 是研究型大学全然不同 中国的私立大学主要是教学型的大学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私立大学 一直无法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因此张柏林意识到 即使资金再困难 也要致力于提升南开的研究水平 让研究带动教学 同时张柏林还根据中国的国情 进一步提出 南开大学的科研工作要知中国 服务中国 1932年3月8日 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获得化学工程科学博士学位的张克中 回到南开大学任教 张柏林排除一切困难 抽调资金为它组建了研究所 并亲自为研究所取名 应用化学研究所 三十年代 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 先后帮范永和号和大公报 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 这其中最为辉煌的一笔 就是帮天津立中硫酸厂 建设硫酸生产工艺 二十世纪初 一个国家的工业发达程度 首先看它的硫酸产量 而当时的中国制酸工业 刚刚起步 北方市场完全被日货垄断 为了抵制日货 民族实业家赵燕秋 开始筹建硫酸厂 天津要建硫酸厂 找外国人来 外国人比如说要一百万 南开大学化工艺说 抹五十万我给离开 结果建成了硫酸厂 比五十万还少 还省钱了 自己建成了 张克中设计的硫酸生产线 为赵燕秋节省资金 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品质则优于 日德两国的产品 经此一事 张伯玲也更加坚定了 自己教学与科研 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办学理念 并且这一理念 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开自己有研究所 化工研究所 营养化学研究所 研究所 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 推广到天津市 天津市的许多小 天津市为什么一个 最早的一个 中国的化工基地之一 就是因为有南开大学的 化学系化工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